记者杨振俊台中报道,在大渡山区第七公墓堂一片翠绿山林,却被不效业者任意丢弃拆除的空调设备,废弃客桌已所污染,保弃总队三大队二中队及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稽查人员,据报莫环保公司以8万5千元承拦某国立科技大学废弃物清理工作,转包给王贤亲运,王贤则是借来载运清除许可证, 轻运后任意丢弃大战黑心前,以废弃物清理法,一宋王贤涉嫌除许可证的贪险,在大渡山第七公墓一片旺却是翠绿山林,但今年3月民众检举现场被丢弃一大片拆除下来的空调设备,还有废弃的客桌椅,民众大骂到公墓丢垃圾,专门欺负死人,真是妖兽, 经报由台中地检署指挥,成立检醒环茶器环保犯罪联合小组,发现是由台中市一家合法废弃物清理公司,向某国立科技大学以8万5千元承拦清理工作,王姓男子仅有利可图, 向潘进男子以6万元代价借牌,负责事后载运清除工作,可是王某没有合法的地方可堆置废弃物,竟趁黑夜再到第七公墓旁丢弃。 王贤利用深夜将废弃物载运至第七公墓违法器制后,警方沿山路到平地,寻现逐一过滤监视器画面,并将出界载运清除许可证的贪贤, 以并依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韩宋法办侦查期间,检察官要求2,0001负担清理废弃物,恢复原地帽的费用。